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com 我是Apple Kim 師傅 我們又見了 你好 Apple 大家好 是呀 今天說什麼 很多人都試過被鬼閘 睡著睡著 好像有東西閘著自己 你有沒有試過 很小的時候試過 很小的時候 真的用很大力去掙扎 怕不怕 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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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之前有沒有什麼反應 有沒有什麼先兆 是 很有趣的 是想你睡覺和迷糊 這樣你就睡出場了 然後你想張開眼睛 張開眼睛 張開眼睛 你知道你睡著了 是 還是在未睡和睡著之間 中間 中間 即你是清醒的 是的 是的 清醒的 但很想張開眼睛 很想動一下身體 都動不了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很多人都說是 這些是被鬼閘 不如這樣吧 今天我們又不要太迷信 我們用科學一點點去解釋這些 OK 被鬼閘 我都試過的 基本上 如果我們用科學角度來說 只不過我們太累 我們在中書神經 一下子 在睡著和未睡著之前 拍不完那些總掣 即你好像關燈那樣 還沒有關掉那些總掣 有些著有些不著 神經的那些 那些電池 那些電池 是未必打到 它是靠那些電池波 即是腦電波裡面 未必是接通了 所以它未必可以控制到你的手手腳 眼部那些看得很清楚 你腦部有一部分是看到視像 看到畫面很清楚 但你手腳腳步不開 好像我們普通話說 被人摸著的頸 被鬼捞口 要 Courier 如果你詢問精神科醫生 不一定有精神病 首先不要這樣 如果兩者這個英文 學員會說出來 這是一種抑鬱症 他們會令自己動力不夠 你信任何提問 我們先說給鬼擇 因為現在是近乎預冷節 我們儘管用一個不要那麼理性 我們就當作一個節目這樣說 給鬼擇我也試過 因為在睡著和未睡著之間 其實如果你相信有另一個空間 那段時間就可以接觸到那個空間 如果你的頻率是一樣的話 通常都會是 我相信你都會聽過 耳朵是VV的 會有些頻率聽到聲音 因為其實你累 有時耳水不平衡 耳朵有耳鳴這些情況 當你聽到 有時我會聽到 尤其是很累 那幾段時間是撞 即是精神比較差的 不夠睡 或者壓力大 我聽到耳朵VV 我一去到VVV那一刻 我就開始覺得 手手腳腳開始有點悲 我已經知道 又來了 那一刻 其實那天我就很 我是專門做了一件事 我是一個教徒 假設我不應該練心經 那些 就是練經文 那天我儘管 我沒有去批評其他教派 沒有任何 冒犯其他教派 我是好奇的 那天 我就在練心經 因為我知道 之前我看過一本書 在研究各種宗教 都會和一個字 扯上一個很有關係的 就是誤 這個字 當你讀誤 這個字 你會聽到 有個音 有種力量 在裡面震出來 我可以在想 無論你是哪一個 譬如有不同的經文 佛教 道教 甚至可蘭經 它都會有這個字 誤 這個字出來 我儘管試試 你知道六字大明咒 那些不同的心經 那天 我知道差不多被鬼摘了 那一刻 我就嘗嘗 我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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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唸我經 沒有反應 即是不行 它繼續一路來 繼續一路來 我說不行 再再來 我想嘗嘗 因為我不是修法 我不是道士 我不是神功師傅 我沒有去唸法 燒符 那些唸符咒 我沒有 不行 於是我就用回我自己的教派 我祈禱 我就說 我從主耶穌的命 命令你現在立即離開 我就是這樣 很快 這裏沒有制衡 純粹 我只是說 可能因為我是一個教徒 我急召主耶穌 他採我 OK 很快 真的很快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那我就繼續睡 或者如果你們沒有宗教信仰 其實有一個方法 我也有研究過 我試過 因為他首先會壓住耳朵 有些VV的聲音 你把手捏住鼻子 然後反氣壓出來 令到耳水的壓力反出去 之後你發覺 你聽不到那些VV的聲音 然後就沒有那麼多東西 讓你砸 你嘗嘗 儘管嘗嘗 我試過以前 可能是一隻手腳都動不到 怎麼去 還沒去到這樣 如果經常被人被人摘 那些 他差不多來 他會知道 他首先 耳朵是有些 嘖 就像你們所說的 現在方家經常說鬼吃禮 說完一些東西 其實這個 如果你用科學 都可以解釋到 有很多人說 經常聽到鬼吃禮的聲音 嘖 有時候你去舊樓 那些電梯 電梯很吵 然後你就開始聽到 那些古靈精怪 好像忍若而 好像聽到人說話 和你什麼 那些還沒去到思覺失調 不是那些 Sketchotherapy 那些 你會聽到一樣 你會嘗嘗 捏著鼻子 你還有意志力 其實是靠你的意志力 如果你是信觀音大使 你便會唸觀音經 如果你算佛教 你便會唸佛教 你是道教 你便叫教主 教徒便祈禱 這是可以的 好 大家嘗嘗 Kim師傅介紹的演技 所以千萬不要害怕 大家有興趣 去這個網址HK026.com 拜拜 拜拜